几个村民徒手为老白在泥潭里 挖出一条水稻 水能漫过来 至少能缓解他的痛苦 老白还在无往地挣扎 太阳暴晒的中午 这只年迈的白海豚 凶多鸡烧 很多时候 也不知道我们应该 做一些什么事情是对的 无力感的意义主要是 我们对他的不了解 我们努力了 但是海豚 是不是有没有强烈的求生意愿 对吧 他的身体足不足够强壮 来支撑这么一个过程 冯康康参与过很多次白海豚救助 从来没有成功过 他听说过的救助 成功得也寥寥无奇 人类与白海豚的沟通 似乎是失效的 广西科学院的 黄祥林教授 研究了半辈子白海豚 对这一点感受颇深 那个是捕食的声音 就那种很尖很一连串的 像那种 这个画面很好 我们现在知道说 白海豚它出生下来 它的体色会从 灰黑色慢慢的 逐渐往白色 演变过去 但是 为什么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现在变射了 250多头海豚 有一些海豚 它们就固定会在一起出现 那这些固定在一起出现的 它到底有没有血缘管理 这我们不知道 它们会去哪些地方 老实讲 我们不知道 国家沿海这么多白海豚 它之间有没有交流 它会交流多远 这真的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 尝试使用各种科技产品 来接近白海豚 在黄祥林看来 是帮助解开 诸多白海豚谜题的重要手段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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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那个机器那快 刚刚入手的水下无人机 不太听话 靠它来跟随拍摄白海豚水下状态 这个想法 还是不够现实 事实上 对白海豚们采取的研究手段 也非常有限 大老外子 只飞于安之与之乐 我们人跟人之间 我都不见得能了解 我对面的 跟我讲话的人的想法是什么 更何况我们是跟海豚 根本完全没有办法构成 不只是中华白海豚 全世界绝大部分鲸豚 都是科研数据极度缺乏的海洋动物 仅有的一些数据 大多出自捕鲸也 他们捕鲸的过程中 这些捕上来的鲸鱼 比方讲像虚鲸抹香鲸 这些有商业价值的鲸鲸 他们捕上来的体长体重统计 有一些早期的海洋生物学家 就根据这些样本 去从事一些基础生物学的研究 但白海豚从来不是人类的捕捞对象 也不像某些鲸豚易于被驯化 他们与大多数的鲸类 并不生活在一起 他们更喜欢海深十米左右的前海 而且他们似乎对陆地抱有特殊的好感 基本都居住在距离海岸不远的地方 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地方呢 一万年来 物种与物种 物种与环境相互选择 协同进化 彼此依赖 健康的海底环境 正是白海豚赖以生存的社区 潮渐带和前海海底平缓移居 潮汐带来丰富的营养 众多底气生物选择以此为家 居民们各自忙碌 有各司其职 也为这片社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不过有些生物并不满足于吃饱喝足 合适的栖身之地同样重要 这只寄居蟹对自己年久师兄的外壳 不太满意 一个美观坚固的贝壳 可以最大程度提供寄居蟹的 血生安全感 他终于发现了一个面积适宜 美丽又完整的新菊 可是别的寄居蟹 早他一步辱注了进去 这简直无法容忍 武力解决恐怕是唯一的途径 不要小瞧一个外壳 那是鸡巨蟹的家 对白海豚来说 这片海域就是他们的家 老白的机能已经退化 他早已不变方向了 根据经验 死亡或许即将来临 他放弃了挣扎 急促的喘息 让他通体的粉红色 在泥泞中显得更加鲜艳 现在是在脚潮了 是吧 麻烦了 看见到这个情况呢 就是不是很乐观的 所以我们就够重复 就是他就很苦的 他的身体不配合他 我们拉过去他就是 没办没办 知道吧 我们没必要赶这个时间 奄奄一息的老白 被抬上担架 人们要做最后的一次努力 长久在泥潭里进行 老白已经有点失去平衡 他的声纳系统有些紊乱 他的声纳系统有些紊乱 他已经分不清方向了 也许是因为这些人不听气的努力 老白锦盛的生命力被激发了 他似乎有了生的决心 老白锦盛 让冯康康惊讶的是 这只老年白海豚 真的做到了 粉红色的老白回到海里了 我们知道他不会走远 他会待在自己出生 并且喜欢的地方 这个地方 拥有满满的粉红色回忆